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来看看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怎么样的变化 我把未来一周分成了三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在明天跟后天这两天的时间来说呢 中午的温度高到了34度的高温 而午后震雨雷山区的部分有一点 所以呢你如果是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 要前往山区活动要注意啊 容易有起雾的现象出现哦 炎热的天气紫外线也都偏强 同学如果在户外上体育课的话 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呢 这个防晒工作要准备一下 因为紫外线都明显的是偏强的状况 但到了礼拜天以后开始呢 有点不同了 南北不太相同 北部的高温甚至到达了36度的高温 北部跟东部地区全部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其实从礼拜六的时候也都是稳定哦 只是在山区有点午后震雨 而礼拜天的时候呢 午后震雨的状况只剩下中南部地区有 因为我们的风向吹着偏西南风进来 下午在山区活动要注意会有点 还有一点西南风对南部地区 会带来一些零星的早晚的地形短暂雨 在台南 高雄 屏东三个地方出现 接着下周三到下周四这两天来说呢 只有在西半部地区有午后震雨 东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极朗 高温的部分一样是在35度C以上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来说 我们是属于稳定的天气 但是呢我们的台风季还没结束哦 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太平洋上面呢 目前来看的话在整个琉球群岛的东边的海面 仍然是个大地压带 所以呢到了下周三周四以后开始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看看在这个琉球群岛 东边的海面上有没有一些热带阳面的一些系统 有可能发展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上空 今天的雨的部分北部山区有一点 那到了中部地区也是山区 南部地区也是山区 你有没有看到都在山区的部分 平地的部分明显的比较偏少 那从小时的雨量图上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小时的雨量 看到没有六点半到七点半的资料 我们现在这目前的资料出来是在这个时间点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看看 还是到七点半 所以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话只有在山区 有些午后热对流的云层还没消散的过程当中 南投嘉义跟包含了这个雪山山脉这边 有一点点零星的云层发展 就是从这一张最新的雷达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云层的发展 水气的发展随着到了晚上的这时候 山区的云层正在逐渐的消散当中 所以时间晚一点 天空中的星星就可以在山区也一样可以看得到 但明天仍然要注意 还是山区有三八后 平地部分偏少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张色调强化的云图了 台湾上空的风场在随着台风的系统 台风现在在这个位置 它逐渐地在逐渐地往的比较偏的东北的方向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在外围有一点点高空场的偏西北风进来 所以相对的北部午后争雨偏少 南边的水气发展 最主要的水气发展是通过旅宋岛在往北走 你能不能看到这条水气带正在往北的方向移动 那目前我们从日本气腔厅最新的资料 可以看到现在台风的强度部分 已经减弱成为氢度台风 你没有注意到 昨天晚上中心风速还50 在一个晚上过去以后 它强度快速减弱 为什么 因为到了这高纬度地区之后 北方有冷高压正在东移 带进来冷空气 大家知道台风是热的系统 当那个冷水灌进去之后 它温度下降了 下降以后减弱速度就非常快 未来的走向来说 因为整个导引流比较慢的关系 所以会缓慢地朝着日本的由南部地区 往东部的方向再移动 以目前来看的话 到9月3号的时候就到了海面上了 大约在9月2号到3号 这一段路径当中 就应该会变成一个低气压 之后变形成为一个温带气圈 因为高纬度地区的温度场的部分 不太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昨天新闻媒体有些人讲到 说怎么会往南走到台湾 没有这件事情 好 台风系统已经整个 往北逐渐地走掉之后 我们台湾上空 要注意了 当它逐渐在往北移动的过程当中 水汽的发展本来是在往旅宋岛方向移动 但到了这个6日之后 水汽发展会往台湾的方向开始过来 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 在早晚的时候就有些零星的短暂雨的状况出现 日到2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最主要就是因为西南风带水汽进来 温度形态来说相对的还是偏于高的 北方的台风系统正在逐渐地往日本的东部方向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前往日本旅游的话 倒是注意一下未来两天 有些地方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 那主要的整个强度的部分 明天就会快速的再减弱 而在我们台湾上空呢 随着周休假期风场吹着西南风 上午的时候是天气晴朗 但要注意的是西半部地区 有点午后震雨的机会 但东半部地区呢 全部都是大太阳的好天气 包含连北部地区都是大太阳喔 所以呢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在这个周休假期的话呢 东部大太阳西部地区有点午后震雨 主要在中部以南 所以天气形态来说 算是非常的稳定呢 那再来的天气状况来说 等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西南风水期进来之后 下周二下周三以后呢 午后震雨在中南部地区 才会比较明显增多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温度状况 中午仍然是炎热 有没有注意到 晚上温度其实略为下降 感觉起来舒服一点点喔 到了中部地区 只有山区有点午后震雨 南部地区也是天晴 但山区有点在震雨发生 东半部的大太阳之下要防晒 外岛地区也是天气晴朗 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来说在中南部有 北部跟东部地区来说 都是属于晴朗的好天气 那午后震雨的状况 到下周二周三以后会多一些 那外岛地区只有零星的降雨 在周二到周三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炎热的天气 小心别中暑了喔 山区下午容易有浓雾 行车方面要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